有心理 一个神秘的地上 一把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听一样的忙碌扰扰 永不永相 但也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欢迎回来NGO观点 刚刚来宾董事基金会 这边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机查人员 经常要去检查的时候 是被拒绝的 甚至他们会找议员 那这个部分 他希望能够修法 就是说如果拒绝要重罚 甚至检掉单位可以介入 吴教授你怎么看 当然应该这样 这是会成功 其实来讲 就是用以往不一样的 这种去稽查的方式 检掉也介入了 那我要进去厂里面 你也没有办法挡我了 这个情况 不管你用到明代 还是地方父母官的这个力道 其实都已经没有了 可是不能一直靠检掉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就讲说 刚刚讲是一个网状式的 这种检查的方式 从上而下 然后从下而上 再横的这个部分 但这种检查方式 不是只做一次 你可以定期不定期 通知不通知的方式 你都用过用上去 这以前我都讲过的 今天我还呼吁了一个 有时候你用基本常识 你也知道应该不应该去检查 所以最近不是有彰化 同样是那一个常 结果发出恶臭 一个高中的这个女生 都不敢回家 因为回家太臭了 而那个常 实际上来讲 也就是我们 这是爆出大事情的那个常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大家没有一点 common sense吗 我是一个 对我是一个 ZMP的这个常 怎么会产生 这么严重的这个恶臭呢 那里面到底是在做食品 还是在做其他的事情呢 难道地方父母官 他不会去想办法去查一查吗 结果据我了解 也好像都是每次都被挡掉嘛 他里面是不是做其他 还令我们害怕的 不得了的这个食品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common sense 有一点基本常识 也知道说应该要去查 所以我今天再度 我今天不知道是第二 还是第三次的 我还是在呼吁一下 像这种厂 就应该主动去查 马上去查 甚至呢 把里面所生产的工具 他的原料 半成品 成品全部都扣押了 看看到里面的 到底是常年来做了什么事情 让一个可爱又可怜的高中女学生 不敢回家 像这个新闻一报 就应该主动去查 没错 好 我们看到的这个 真的就是要切断那个利益的 或者是切断那种 这个我们说的明代 等等的一些官说 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有一些 我们说的官员要有勇气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也看到官员即将宣布说 11月要举办这个全国实安会议 其实每次报了以后 我们也举办过实安会议 我不晓得在座的来宾 怎么看待实安会议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邀请过 之前也没当董事长不会邀我 那消息会没被邀过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是看说 从过去这样下来 如果过去的会议是有效 大概今天这个乱象 也不会在现在再爆发 所以显然是过去的会议是没效的 那会议你能参加过吗 我有参加过 就像庙会一样 热热闹就结束 所以我说如果说没有痛力思痛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开再多的会议也没有用 教授你参加过吗 我曾经被邀请过 很慎重的邀请 而且很慎重的邀请 还打过很多电话来邀请 甚至在出席名单里面 还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但是我知道国家常常这种做法 就是教育有问题 一个教育的这个全国大会 卫生有问题 卫生全国大会 交通有问题 交通全国大会 就像刚刚徐主任讲的 很多的这个实际上来讲 如果不是一个大败败行事 就是把一些学者专家抓去摸摸头 但是我是拒绝被摸头的那一个 所以你从来没参加过 我没参加过 所以十一月你也不会去参加 十一月 这个 对听说最近有准备 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听说 十月三十号 我通常还讲这种事情 我不会再对他去产生敏感 或想去知道说 他到底要不要召开这个会了 不过看起来 我们政府这个很 好像用一个会 是不是能够信誓旦旦的 能够把这个食安破网补起来 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其实政府就已经宣布 十一月八号 就是所有的假油都不会再卖了 那这样的一个承诺 我不晓得在座各位 你们是不是觉得 是十一月八号 就是 对 我这边 我要讲说 因为需要时间 我们刚才讲说调和有问题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要给一段时间 就算我希望你是改正的原因 是要让他有改正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今天油品要下降 我要改标志 我觉得要给厂商一段时间 好 那这么冲突之下 它其实来不及的 它是来不及的 而且这些油 说实在它可以吃 它只是标识不实 所以就是要要求标识吗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说下降 或者说给到的 会是一个浪费 那要给厂商一段时间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 难道只有油品标识不实吗 很多 对啊 所以应该说 尤其它说切结 说只有油品要切结 难道别的食物不要切结吗 应该每一个产品都说 应该是标识如实 不是只有油品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不是只有油品要扩大 是所有的 切结是一个紧急处置的方式 台湾现在解决食品安全的方式 就好像这边着火了 赶快灭火 那边着火了灭火 切结就是这种手段之一 就是紧急灭火的手段 其实来讲 它的效用是不大的 但是我现在回到我们消极会这边 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怎么样拿回这种 叫食安的自主权 我想这很重要 这个应该是说 我们民众应该像现在这一次的事件 是一样 就是你本来就应该 就要去注意监督政府在做什么 只要做的不对 就要有声音出来 其实我觉得政府不要去讲 我几月几号做什么事情 你应该就是说 我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然后你要给我们看 你是在怎么做 因为开那个日席支票是没用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开支票 你有在做当然民众大家是支持你 你纵使开了日期 开了支票 你最后是忽言了事 那民众还是不支持你 那其实民众怎么要拿回自主权 很重要 以后要密切的注意食品所有的问题 不管政府政策只要是错的 就应该大家就要表达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百姓 有时候对这种自主权 或者说对食品的认识 其实专业是不足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自主权 然后刚刚有民众就讲说 他就去看肉的颜色 现在肉也可以造假 所以这个怎么样拿回自主权 自主权 你要叫民众每一个都标示 认得清楚是很难的 当然民众还是必须信赖 必须一定要有某一些的一个基准 所以GNP没有错 它是给民众一个基本信赖的一个标章 但是这个制度现在是不对的 那把这些标章做 你能够全部改正 这样才能重拾民众的 所以民众可以跟你们一起参与 所以要求这个标章改正 那刚刚有特别提到APP 你要不要再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去外面买东西 再加上有那个东西 马上就应该得到 他应该可以得到资讯 不管是营养的部分也好 或者健康的部分也好 都应该要知道 还有呢 我呼吁一下卫福部这个食药署 你们在做一些相关的检验 得到了这个结果 定期去做或不定期去做 你马上要很及时的透明的公布给全国所有的老百姓知道 而不是说呢 只有你们知道 只有你们委托的那些实验室的人可以知道 老百姓不知道 等到老百姓知道的时候 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六个月了 这个是没有用的 是 所以刚刚讲的资讯透明 就是拿回这个消费者的食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我们看到的现在的 包括刚刚教授提到的APP 能不能我们上网就可以查得到 这个可能是消费者 我们可以一起去要求的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希望食安安全 回到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手上 谢谢大家 真的谢谢你们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